日前 重庆警方闯入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的住处 将他逮捕 张明渝的律师普志强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 为了阻止张明渝曝光重庆市人大常委 金融大亨 翁振杰和汪立军之间的犯罪黑幕 重庆公安副局长带领三名警察闯入张明渝北京住所 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理由的情况下 把张明渝铐上手铐带走 普志强律师也遭到北京五名警察骚扰一天 微博被封锁 重庆人大代表地产开发商张明渝曾多次用十名向当局举报另一人大代表 重庆市人大常委 金融大亨 翁振杰 但都时辰大海 张明渝在他的微博上举报 也招来杀身之祸 一段时间以来 他不得不四处躲藏 无法与家人团聚 今年两会 张明渝准备再度实名举报翁振杰 并在微博披露 他手中握有有关翁振杰与当时的公安局长王立军 对他威胁恐吓的录音材料和其他重庆高层的犯罪证据 张明渝又在新浪微博上透露 原重庆市人大常委副主任 崔正宽是死于自杀 并声称 崔正宽死在王立军情妇王靖的别墅中 张明渝7号晚上在他的新浪微博上说 崔正方面来了四个人 要把他带走 张明渝律师蒲志强说 现在张明渝下落如何 他也不清楚 从那以后 张明渝的手机就一直打不通 报道说 张明渝对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有意见 他被迫把资产交出来 给了薄熙来的亲信 张明渝被失踪 消息一传出 立即引来法律界人士关注 律师们质疑 重庆警方是否获得人大常委会同意 法律有明文规定 只要是人大代表 如果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必须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批准同意才可以 否则不能对他进行拘留或者逮捕 如果他没有经过同级他拘留逮捕了 那他就是违法 年前 张明渝召开记者交代会 揭露重庆市人大常委翁振杰的犯罪事实 并把一些证据交给了在场记者 他说 他能够把重庆的毒瘤暴露出来 心中感到轻松了许多 但是翁振杰 他作为人大常委了 也是 怎么样 就是说也是国有企业的那个 就是金融机构啊 这个比较重要 特别是他拉大去做虎皮 他的人还有就是他身边人都说啊 他是黄市长在支持他 这是黄市长最信任的人 这个也好 1月12号 翁振杰和张明渝的同创办公室发生了火灾 烧毁了所有的财务资料和其他有价值的证据 这时张明渝躲在外面已有一段时间了 他怀疑是翁振杰所为 江北区公安分局 消防分局的人已经介入 就问了他们 为什么你们的办公室着火了 财务资料被烧了 不报警呢 为什么不报警 就是警方主动找着他们 警方消防局找着他们问这个是否情况 那我就怀疑他们要隐瞒什么 据扑志强透露 重庆警方带走张明渝的理由是 张明渝揭露王立军和翁振杰给重庆抹黑 蒲志强质问软禁他的警察 是张明渝的揭露抹黑重庆 还是薄熙来的无法无天的黑打 和重庆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的叛逃 给重庆和中国人丢了脸 据报道 是薄熙来亲自下令 派人将张明渝秘密抓捕 让张在两会期间与外界隔离